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又回到我们台南听听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我们的频道在北部是 FM90.1台北健康 苗栗地区是FM98.3大苗栗广播 中部地区是FM92.9城市广播 台南地区是FM97.1台南之音 今天我们所邀请的贵宾 是在台南直立有声的品牌 黑桥牌 黑桥牌香肠博物馆 还有呢 今天黑桥牌的品牌 都是在我们纯春丽董事长 这一手的推力下 所创造出来属于台南的 惊奇而让人感到十分骄傲的品牌 刚才我们董事长讲到过说 其实第二代接手之后 他把原来在地的品牌 推展到全国 甚至于推展到华人地区 走出我们的国内 可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当他做这样推动的时候 并非一帆风顺的 比如说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转机 就经历在口提议来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呢 很多的企业全然接倒 可是我们看到黑桥牌挺立下来了 所以我们也请今天陈春丽董事长 跟我们聊一聊 当时口提议来的时候 哇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 口提议是在民国86年发生 那当然首当其冲是那一年的 整个猪肉的消费量呢 是大幅的下降 那我们公司也受到重创 从原本的接近7亿的营业额呢 一下子调到只剩5亿 哇天啊 真是非常大的一个滑落 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想办法 那要要巩固我们的品牌 然后要再提升我们的营业市占率 那还好我们创办人 呃成文会董事长呢 他一生很重视的就是品质跟诚信 是 所以我们 台南精神的品质诚信 所以我们呃在民国77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国内CS的第一批的首创会员了 哦是哦 那这个首创 这个主要的这个机构 它的认证的品牌的意义是什么 呃CS它是农委会所鼓励厂商来加入的一个 肉品的一个呃优良认证的品管的一个机构 是的 然后完了以后赠送给一个优良厂商的标章 对不对 嗯嗯嗯 那刚好遇到口题呢 那农委会在那个时候呢 就当然从CS的会员 这些都是优良的呃 肉品相关的从业厂商 是 那从CS的优良标章来promote 嗯 来呼吁国人信赖国产品牌 对 那呃公司因为那个时候也参加了十年了 有相当的品管的基础 是 所以品质获得品质跟商业呢 获得消费者的信赖 那也因此呃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一一波的转机 因为那个时候倒的是比我们呃比较差的 哦我了解 就是说其实本则台南人一向诚信品质 而且我觉得台南人做事情一路走来 始终如意的精神 黑巧白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走了六十年 他品质一直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之下 反而我想风暴来临的时候你们是站出来的 为什么站出来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越浪品牌 他东西是可以信赖的 所以因为家园故呢回头去采购他的 变成就是一个对这个品牌的信任 跟自己健康的维护 因为家园故 反而使黑巧白能够在风暴中就停过来了 了解 那所以在这样停过来的过程辛苦之下 那我们也从这一次之后慢慢看到 好像一个属于食品的博物馆 在你们的脑袋中就形成了 所以在台南呢 你们就为我们台南其实创造了一个 很多来台南旅游人都喜欢去的景点 叫香肠博物馆 对我想请你聊一聊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博物馆的发想呢 台湾香肠俨然是台湾人的一个特产 对啊 台南人录来圆穿生饭 没有圆穿黑白 这不是他成绅什么的 所以其实大大小小的工厂 产业都靠着这个香肠来营生 那他可以说是我们的国民食品 对 但是大家国人对我们的国人食品 有时候可能会把它想象成一个路边摊的一个食物 或者是一个在很粗糙的环境下所生产 就是不了解它的制程 反而就觉得好像个东西太国民了 你并不知道其实我们这么样的一个国民食品 是用非常高品质控管之下的工厂SOB流程所产生 所以你有想把这个东西告诉国人 就说我虽然给你东西是熟 但是我的控管品质是很高贵 了解 所以当时发想说是想说建一个大家可以体验的工厂 参观的工厂 那所以黑桥牌香糖博物馆 它总共目前是分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设施呢 就我们当然那个时候呢 是我们已经出口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那刚刚提到说口底液呢 是让台湾反而是更加的谨慎 所以我们公司在出口的同时呢 也做好了HACCP的认证 那是属于国际真正国际的认证 也是对肉品国际认证 所以你们其实都是在非常守法的状态下 那严格控管品质才去出产品的产品就对了 那希望国人呢不要把香肠这个产品呢 当作是在可能造咖或者是路边摊 就随便灌制的这样的一个粗糙的一个印象 所以我们内部讨论呢 希望让国人能够看看 何谓传统产业的制造水平跟管理水平 所以我们就公司呢就成立了这个香肠博物馆 而且特别把这个工厂的围墙给拆掉 就是希望说让消费者来参观的人 能够一览整个工厂物 它的制成 那所以你们在制成的流程上 让大家看到是完全是一个透明墙 然后大家可以知道 你的香肠肉品怎么进来 然后就有怎么出去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我想在台南乌球 是一个怎么讲的 古惊迷迷的感觉的印象 所以你们也会把那样的一个老时代的印象 给找回来吗 在你的管理面 那除了希望说国人从硬体上来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一个现代化以外 当然这个情感上我们还是 希望国人以自己的在地文化为荣 所以特别是我们台南是一个文化 可以说是文化首都 我们台南的过往 曾经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也做了软性的文化的策展 所以从今年开始 做了府城营作的一个策展的一个活动 是吧 以前我们台南营作摩登风华在线了 所以有那个布景 那有看到那个当时营作的那种繁华的一个场景的东西都进来吗 是这样 这个是以我们复制我们 复刻我们台南有名的西市场 我了解 大菜市场 以前台南人说看虚 遮杀 吃屎都在那里 我是把西市场搬到我们的这个乡航博物馆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参观我们乡航博物馆 可以看到西市场当时的荣景就对了 那很有意思 那一定很多人要去那边照相了 最好是穿着阿嬷阿公时代那种古情迷迷的一起照个相对 所以我们有办这个复刻的寓意的穿着日剧时代的这个寓意的活动 所以寓意体验是不是 所以因为假设你到了乡航博物馆你还可以看到 属于我觉得老时代的一个老氛围的印象 其实这样就蛮有怀旧的气氛了 那我还记得你们在一楼好像也有你们食品部是不是 可以当场尝一下我们做得非常好的香肠是吗 对 我们开馆的目标呢 我当初就给我们同仁说要看得到 听得到 而且要买得到 吃得到 要吃得到 对 了解 所以一楼大概都会卖些什么样的产品 所以世界各国的香肠 我们除了台湾香肠以外 也有广式的蜡肠 也有德国的香肠 所以你要一尝世界 不只是你来看得到 你真的可以吃得到世界的香肠 了解 原来你们真的做了一个长肠博物馆 来长香肠的博物馆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好的 让大家了解说 香肠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只有台南的本地 我们可以把本地品牌做得很好 可是我们也是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也看看别人他们香肠的口味是怎样 所以因此你如果到香肠博物馆 你可以尝到各国的香肠 我真的有 那真的是不简单 你到处去采金 把许多艺文化 拿到我们台南做一个多元的融合 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香肠博物馆 那其实我们在香肠博物馆除了看到它的硬体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展演的空间之外 你也可以在香肠博物馆看到属于 我们觉得这个博物馆里头 其实很好的活动 那现在活动是什么呢 我们待会就来跟您介绍 这个今年香肠博物馆所策划 属于台南硬实文化的各种讲座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等一下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